下一类就是 我們看到了一張照片 嫁娶生B 有一個Baby 師傅來了 我以前也試過有些客人 可能用風水果去吹公 其實有一招 除了用風水果可以用符 或者找回那個人的健康位 再加這個符 創作機會會大些 當然 講到風水果會多說 例如床底會不會有很多金屬物 或者電器 會影響到你的 身體的狀況 那也關係 關係的 所以日後風水果案再說 除了觀音 音宋子符就叫做麒麟信子符 我想請教師傅 有什麼分別 其實有兩個神明不同 通常兩對比馬上的效果更好 哦 理解 當有了 怕坐得不穩 很多時候叫做六甲安胎符 怕有些意外 穩穩陣陣 然後小朋友剛出生 很多時候會怕 家庭可能會附近磁場影響到 睡覺 睡覺 那可以拿著這條褲 放在床頭就會安樂一點 有時候不一定靈界 有時候是磁場差也會 就不一定是鬼鬼怪怪的 不要嚇到自己 因為我看到一個 十二點後會哭 其實不是 十二點後不要磁場變了 小朋友會敏感 就不一定是鬼鬼怪怪的 雖然我是法康少,但我實在不會說得最重 嫁娶平安符為甚麼呢? 有時摘日未必摘得那麼漂亮 當然,悉心地計劃當然是有漂亮的日 今時有時就得難,就不得女 但有時那些時間隔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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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其實你為求安心,都可以求一句叫做嫁娶平安符 那天所有的殺,你出門口也有機會有殺 你不知道的,就避免了 或者車隊,你見到一些不乾淨的車隊 都會不安心,長輩罵你 你罵了起碼要先安心